大家好我是你的小王子 这两天真的我被Hosewell的服务精神给气疯了 然后我家住在那个Waystreet上面 就是RSA club旁边 前两天带我爸的RSA club里面去 然后你知道club里面不是要有membership 或者是你要带你的passport 就是你的护照之类的东西 那我爸爸是都带了 那我是没有带 所以他说你不能进去 我说OK我知道我不能进去 但能不能让我爸爸先进去 然后我现在回去哪里 因为离我家就两分钟的距离 OK结果这个服务员 他不是中国人 他应该是我也不知道什么地方人 但肯定不是中国人 因为他发音这些习惯 他一直跟我强调说你不能进去 我说我知道我不能进去 但是能不能让我爸爸先进去 他就说那你为什么跟你没有带卡 你怎么能进来 我说我把我爸爸推进来的 然后我并不需要进去 就一直在跟我 argue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和他说 我说OK没有问题 我让我爸爸先进去 然后而且我已经跟大家说了 我说我不想跟你去 argue这件事情 我不想跟你争吵这件事情 让我爸爸再先进去吃 我回去拿就是了 而且我只是把我爸推到门口 我又不是硬闯 然后我就不懂他 他为什么一直要跟我吵 你懂吗 而且我已经很明确的跟他说了 我说我不想跟你吵 你就让我爸进去就可以了 结果他就不愿意做事 他嘴巴里还当 看我的眼神真的像我欠他八辈子钱样的 而且最有意思是我仅说了不想跟你吵 他为什么硬要跟我吵呢 他早上就来吵架的吗 我完全不理解 然后然后后来我说我不想跟你 然后他的manager出来以后 然后他manager也是一脸一脸装装逼的样子 你知道吗 然后没办法 那我只能只能我只能跟他这么说了 我说OK 那我就把故事讲了一通 彻底无语 然后我说OK 如果他不给我pologize的话 OK 那我把这件事情报媒体就说了 对吧 然后我 然后那个叫什么 我去complain 然后我需要他form apologize 这么小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吗 就是用的搞这样吗 然后今天刚吃饭又是 我跟我朋友去吃 然后也在Hostwell 那个叫什么东什么的 反正南面极难吃 然后那street上面 然后那他那个仪器嘛 IT做他IT也够烂 IT做那点餐不是很好用 那我朋友就说 那你能帮我点一下吗 那服务员叫了三次都不来 服务员来了以后 就是说 他说 我教你怎么用 我教你用呗 你下次 你下次你就会自己用了 那我朋友下很饿嘛 我朋友说 不用你帮我点就可以了 结果那个人就不太爽 就是没有任何的reply 然后叫的东西的时候 也叫错了 叫错的时候 他们还在那里讲什么 然后我朋友就不太开心 就是我觉得就是 哎 是没有任何服务精神的东西嘛 就是 其实呢 我有些时候呢 我一直理解他们 因为你说在Hostwell对吧 估计钱拿的也不多是吧 然后心情也不太好 其实他对你的不满嘛 很有可能是他的店不满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话 就是很有可能把一个好吃的一个心情给弄坏了 你当然碰到我这种 可能我跟我朋友也不计较那种 就算了 你碰到个很计较的人 今天就可以跟你炒钱嘛 那今天Hostwell那个的服务员 完全可以再炒起来的 但是我后来 我跟我朋友说就算了 就无所谓了你知道 就是我觉得 哎 怎么说呢 我觉得有时候 有时候我能够理解不容易了 你说吧 打份工 可能工资也不高 可能心情也不好 老板对你也不太好 但是我觉得你真的是可能不乐爱这份工作吧 我记得我在国内的有一个麻辣汤的一个小店 这家店非常小 我愿意去去 原因是 从那服务员态度真的非常好 你去迪斯尼 你看每个人都有笑脸的 就是我觉得他们在企业培训的时候 就是他培训什么 他培训什么 他就培训你 怎么烧鸡 怎么摆这东西 怎么做这个产品 但是他从来没有培训 你这个店的 你这个店的愿景是什么 我们这个店的价值观是什么 我们这个店想达到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他们从来没有培训这些东西 所以 虽然我刚刚讲很气氛 但是我回过来想 其实也不能怪这些人 真正怪的是那家店的一个training system 所以我每次 我每次一个员工上班的时候 就录制的时候 我一定先和他说 我们公司的愿景是什么 我们价值观是什么 我们团队气氛是怎么样 这样大家工作才开心吗 你看Whoseville那几个服务员 像他背互出样 来 来Whoseville 请看服务员脸 真的你肯定气死了 小伙伴别忘记点赞 订阅 关注 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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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